音乐 首先我们在机器人冰湖上 加车相机以及场地的相机 来感知场地的状态 以及整个比赛态势的信息 得到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把这些信息 放到一个仿真系统 当中进行推演 通过一个决策 来推导出决策的策略 驱动机器人去执行这个动作 不确定性主要分为计战术设计 和实时投掷两个方面 计战术设计方面 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 通过强化学习 来模拟这样一个决策过程 搜索出最优的策略 在投掷过程中 为了克服冰湖投掷的不确定性 我们实时追踪冰湖的运动速度 并且进行在线学习 实时调整我们的模型 来获得一个最佳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